近日 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 澳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 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拥有锦绣未来 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表示 克中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稳步发展 克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 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尔表示 中国取得巨大历史性发展成就 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相信中国将更加富强 继续在促进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司表示 赛方珍视同中国的传统友谊和紧密关系 将继续深化赛中合作 支持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 推动欧中关系发展 巴努阿图总统武罗巴拉伍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坚信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 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 不断取得更大成就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和副总统穆里略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成为团结友善 促进世界和平福祉的大国强国 尼方深受启迪 愿以伟大的中国为榜样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洪德拉斯总统卡斯特罗表示 红中建交以来 双方合作富有成效 红方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对华关系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表示 坚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将继续在进步繁荣的道路上 阔步向前 为构建和平 公正 平等的世界 贡献更大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向中方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表示 联合国愿同中国人民 共同庆祝这一重要节日 团结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向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发来贺电或贺寒的还有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阿曼苏丹海塞姆 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 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席曼菲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 吉布提总统盖莱 卡麦隆总统比亚 厄利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 甘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 贝宁总统塔龙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诺瓦 布吉纳法索总统特拉奥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摩尔多瓦总统桑杜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冰岛总统托马斯多蒂尔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坎加卢 国亚纳总统阿里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 穆罕默德 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亚买加总理霍尔尼斯 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白俄罗斯白色罗斯党主席罗曼诺夫 白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盖杜克维奇 福德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塞梅多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等 英资勿斯坦首 השczyć